这件事吧我真的不想揭露 但是要不揭开这件事 我还担心家长稀里糊涂的怨孩子 孩子呢也稀里糊涂的焦虑痛苦 如果孩子面临大考了 他的成绩又挺差的 老师也有一种感觉 这个学生没有希望考上什么好高中好大学 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些老师 在临近大考的头一年头半年 或者头三四个月左右 就开始频繁的找家长和孩子谈话了 一般的说辞都是这样的 哎呀你的孩子恐怕很难考上好高中好大学了 与其这样啊还不如让孩子休学一年明年再考 这个孩子可能是有希望能考上好大学 还有个别的老师还会三番五次的 不厌其烦的做你和孩子的工作 如果一段时间了 你们一直做不下来决定 那很有可能你的孩子自己在学校就待不下去了 待不下去的原因我就不细说了 其实啊这种情况不仅仅会在 初三高三这个阶段出现 有的时候在初一初二高一高二也会出现 甚至在小学都会出现 尤其小学一年级二年级 只不过是相比之下 初三高三这种情况会偏多一些 大约是五六年前吧 我就遇到过一次这种情况 我亲属的孩子在市重点高三读书 他在他们班的成绩是倒数第一 我亲属跟我说说老师找他聊还有成绩的事 说孩子现在的成绩没有希望考上大学 别说什么好大学 就是一般的本科好像都很难考上 然后他建议孩子休学一年明年再考 当时娘俩也拿不定主意就过来问问我 其实当时我也拿不准 就这样我就给我的一个老同学打了个电话 他在一所重点高中当校长 当时他一句随意的话真的把我惊呆了 他说让你亲属的孩子明年再考吧 休学一年吧 我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这独高三多难呢 能考哪算哪呗 考大专也行 他说你考个大专没事 你不拉人家业绩呢吗 影响人家晋级一评指称 当时听完这句话呀 我就挺不客气的怼了他一句 我说你们这是教育孩子还做生意呀 对于初三和高三的学生家长来讲 遇到这种情况 你千万别轻易的做决定 说休学一年 复习一下 明年再考 或许能考好 或许 或许能考好 但或许考不好 如果你要决定休学一年 明年再考 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一定要全面去了解一下 多听听孩子的想法 就我个人的看法 能考哪儿考哪儿 考大专也行 因为在中国读高中太难 害谋人呢 就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 对学习能力弱的孩子来讲 多读一年太遭罪了 这不是一般的知苦 与其就为了拿一块敲门砖 还真莫不如上个大专 专心培养自己的社会能力 培育自己的智慧 等到孩子走了社会 他将来的发展 不见得就比当年考上本科 那些孩子差 到社会上之后 个人的发展之路很多嘛 也不一定非要去打工 不一定非要要那块敲门砖 是不是 这里有些话不便说的太透 有些东西看上去短期有利 但是你要往远处想 长期的弊端非常大 有些东西 现在看是一块馅饼 往深了看它就是个陷阱 至于孩子是要当年考 还是要休学复读一年再考 做决定之前 家长和孩子一定要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 咱们 我们